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like 呼吸到疾病的感染,很容易就得风寒 得了风寒就容易导致咳嗽 咳嗽老是有痰,嗓子里的痰涂也涂不完 痰是稀白稀白的泡沫 痰白激痰,还总是有骨气往上冲 导致不停的咳嗽,非常的难受 做也不是,赞也不是 实在是令人非常痛苦 那么我们这些痰是从何而来的呢 中医场说,怪病兼有痰作祟 痰随着我们的气血运行 到达全身的各个地方 影响到我们的气血通畅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有很多人常有咳嗽的症状 病人除了有痰涂不完 有时候稍稍地吹一些风 瘦一点量就加重症状 老觉得有痰堵在胸口憋得慌 为了除这口痰 大家平常是不是吃了不少化炭的药 但还是除不干净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一到天亮的时候更是遭罪 这是因为阳虚体寒 身上有寒气阻隔了我们身上的阳气 我们身上的湿气老是除不干净 还容易聚聚在一起 形成痰隐或者痰宁 会导致很多的疾病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要温废化痰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米方 化掉蠢生枝痰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它的做法 首先我们来准备三到五克的陈皮 陈皮性温 服用之后具有很好的通气 健脾 解腻化痰 还有植藕等的作用 如果我们出现咳嗽痰多 食欲不正或者是消化不良 等等的胃病疾病的时候 将适量的陈皮泡水喝 可以很好地促进身体恢复健康 同时陈皮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陈皮中含有大量的 有利于身体健康的维生素C 以及香精油 平时我们可以用适量的陈皮 和茶叶及泡饮 不仅能够提升通气 同时还能够令气味更加的清香 另外我们服用陈皮之后 能够很好地将身体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 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体内的内循环协调 皮肤也会越来越好 人也会越来越漂亮 如果身体出现了感冒 并且伴随咳嗽的情况 我们可以将新鲜的陈皮放入锅中 用水浸泡 最后浇入少量的白糖服用 这样不仅能够帮助身体发汗 同时还能够快速地 令身体恢复健康 当中含的挥发油有刺激性 有很好的驱寒作用 使痰液容易可出 唇皮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把它剪成小块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卢汗谷 卢汗谷腥微干粮 龟肺大肠筋 属于脂格化痰平传药 其主要的功效是清肺沥烟 脂格化痰 润肠通便 最常见的使用方法 就是把卢汗谷泡水饮用 那我们来看看卢汗谷泡水 喝的功效有哪些 第一 可以清热凉血 因为卢汗谷腥微干粮 它很有清热凉血的作用 对于痰热咳嗽 肥热等感染热病患者出血 或者是后期用卢汗谷泡水 都可以清热泄火 生精止咳 止咳化痰 第二 就是清烟利喉 卢汗谷就有清烟利喉的作用 特别适合平时讲话多的人使用 如果你咽喉感觉不适 可以每天用三分之一的卢汗谷来泡水喝 饮用卢汗谷 还对慢性咽喉咽者有帮助 慢性咽喉咽患者 可以每个星期服用一个卢汗谷泡茶 对嗓子进行保养 第三个 它可以降血糖 卢汗谷虽然很甜 但它不会产生热量 因为这种甜味来自于酸甜的化合物 非常适合糖尿病 高血压等 不宜吃糖的人群使用 而且还可以起到一定的抗癌作用 此外 卢汗谷中的糖大 还具有降血糖的功效 我们将卢汗谷的外皮清洗干净之后 把它捏碎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把卢汗谷和橙皮都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 我们用大火先把它煮开 煮开之后再转小火 让它煮上10分钟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个苹果 苹果中含有葡萄糖 果糖 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C 维生素A 维生素E 钙 铁心 以及苹果酸 柠檬酸 还有甲和钠等等 苹果所含的营养既全面 又容易被人体所消化吸收 适合各类人群使用 俗话常说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苹果具有多种的去病养生的功效 还是美容养炎的佳品 具体有以下这些功效 第一 它可以防止高血压 因为高血压的发病 与钠炎的堆积有关系 有先摄入的钠炎过高 导致高血压 冠心病等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 苹果可以缓解和治疗便秘 特别是老年性的便秘 活动差 饮食结构不合理 可以通过吃苹果来进行调整 只需每日早晚空腹 各自一个苹果就可以见效 第三 可以预防糖尿病 苹果所含的骨胶 能够防止胆固醇增高 减少血糖的含量 顺量地使用苹果 对预防糖尿病是有一定帮助的 第四 可以增进食欲 苹果中所含的溶解性磷和铁 易消化和吸收 第五 可以降低血脂 苹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微量元素 特别是含有纤维素 可以帮助人体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降低脂肪的含量 第六 苹果 油力气化碳 合为的功效 在轻微活的同时 调和脾胃用化 切好的苹果 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的橙皮罗汉果水已经煮好了 先把这些材料全部捞出来 这座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销售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捞出来之后 我们把切好的苹果片放进去 煮十分钟 橙皮给里气健脾 罗汉果具有里气健脾直颗化碳 润肠通便的功效 而苹果也具有里气化碳和胃直线的功效 三者搭配在一起 有解毒瀝烟 清肺直颗去碳的功效 十分钟之后 我们这道橙皮罗汉果苹果汤就煮好了 把它装入碗里就可以喝了 里面的苹果我们也可以一起把它吃掉 煮熟后的苹果 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 喝一碗这个汤 我们喉咙特别的舒服 一点也不会感觉痒痒的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贵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